纯粹饭 把自己带的食物都放好 聚餐活动马上就开始 还是不好了 大壮晕倒了 这 难道是大壮刚才吃了什么有毒的食物 这谁带的绿番茄 你听到绿番茄有毒吗 你们看我干嘛 又不是我带的 我知道 这是小鸭带来的 原来是你一个小丫头 看我怎么收拾你 等等 奇怪 没熟的番茄怎么这么甜 这种番茄叫绿宝石小番茄 成熟后也是绿色的 没有毒的 其实 我刚才就偷吃了几个 虫 好多的虫 这是哪来的 虫 熊宝 你去弄一个烧杯和一包盐来 迪瓜 你要这些干嘛呀 我知道虫子是哪来的了 东西来咯 把食盐加到水里 然后再把羊梅放进去 哇 羊梅里出来好多虫 这谁下来的 羊梅 大壮肯定是吃了它开中毒的 大哥 妈妈 这个羊梅是我带来的 但是这羊梅都是新鲜的呀 它都香虫了 还新鲜 你老实是怎么当的 走 去找肖长瓶瓶礼 不对 阿姨 羊梅没问题 蛤 这都长虫了还没问题 这是果蝇的幼虫 平均每个羊梅里就有六条 它们不但无毒无害 还富含蛋白质呢 这也不对 那也不对 大壮难道自己给自己下毒不成 诶 这是 看出来的黑色颗粒 桌上的半辣西瓜 难道这个西瓜谁带来的 除了扣门鬼大壮还能有谁 带西瓜只带半个来 谁送我们家大壮扣门了 那是我们家吃不玩怕浪费 就带来和同学们分享 真相只有一个 真正的凶手就是它 西瓜 你们看 哇 这上面全是细菌的 不可能 这西瓜就在冰箱里放了两天 怎么会坏 西瓜含糖量高 水分大 很容易滋生细菌 就算放在冰箱里 细菌依旧会快速繁殖 什么 大壮